西班牙王国建立后,特别是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狂热的基督徒分子对穆斯林的迫害达到了极端的程度。 其中最著名的事件之一是格拉纳达的陷落。 在1492年,当时的西班牙统治者费迪南德二世和伊沙贝尔一世被称为天主教诸王终结了穆斯林统治格拉纳达的时代。 他们成功贡献了这个穆斯林王国的最后一个堡垒,从而将西班牙整个收归基督教统治。 然而,随着格拉纳达的陷落,对穆斯林的迫害达到了高潮。 许多穆斯林和犹太人被迫选择改信基督教或离开西班牙,那些拒绝放弃自己信仰的人面临着极端的虐待和死亡。 许多穆斯林家庭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被赶出城市和村庄,不少人甚至被逼上绞刑架。 对于那些坚持信仰的人来说,他们的遭遇更加悲惨。 有些人选择了死亡,宁愿被处死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 他们被公开处决,有的被烧死在火行柱上,有的被斩首。 这些处刑过程被许多当时的基督徒视为一种庆祝,他们认为这是对异教徒的惩罚,也是对基督教胜利的庆祝。 这种狂热的迫害令人悲惨,不仅因为无辜者的死亡,更因为它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极端偏见和仇恨。 这种悲剧让人深感同情,也提醒着我们历史上那些因宗教信仰而遭受苦难的人们的牺牲。